五一劳动节放假跳票 五一劳动节放假跳票 公教子女无人照顾 公教子女无人照顾 高喊五一劳动节放假跳票 早开这一场记者会的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方面表示 五一劳动节差别是放假 对中小学教师多年来在家庭与学校之间造成极大的困扰 对劳动者来说自己放假孩子并没有放假 也出现一家两制的怪异情况 反而伤失老公放假了美意 政府这个错误的政策造成 包括公教人员包括老师 他们这样的极度的不便 我们认为这是他们错误政策的原因 政府这个错误政策造成的 为了支持跟协助解决教师 在五一劳动节照顾学龄前 孩子的问题 营造职场友善的环境 落实性别平等工作宝 我们认为目前政务应该要给予有新的照顾假 立法人许志杰与罗廷伟也支持 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的诉求 希望五一劳动节可以全国一致放假 创造好的育儿环境也避免延伸其他问题 事实上所有的公教如果没有放假的话 那孩子的照顾就会有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全国 我们少子化 然后也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 事实上我们对于育儿的政策 都有很多很多的进步 那就这一个就是有遗珠之憾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所有的育儿的环境 可以更好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那在五一劳动节劳工放假的时候 也能够给予全国一致放假 避免就是说很多公教的子女就变成 罚人照顾那反而不好 所以在这边我也呼应 我们全教肠的一个诉求 希望五一劳动节可以全部一起放假 学校教书的教师因为需要到校上课 那他就要上班 导致其未满6岁的子女无人照顾 因为要么老师要请假 要么就是要托人照顾子女 以造成极度不变 所以这几年台湾社会不断的一直在倡议 希望劳动节可以全国放假 又不要在这个劳动节休假 局限于适用劳基法的一个人员 那应该扩大解释 将所谓的劳工医劳基法的定义是 未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或是工资者 以此劳动节应回归其本质 其纪念劳动者为生活品质的团结而努力 也可以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能够结为放假 全教禅总及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单位表示 依据联合国对劳动者的定义 凡是劳心劳力者皆属劳工 呼吁政府应该重视各界的意见 给予国人更好的假期规划 也避免一国两制的情况持续发生 记者张其辰 台北报道